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台湾到底安不安全 如果就防疫来说 昨天台大公卫所所公布的 在彰化进行的新冠病毒 万人血清抗体检测 这报告出来证明台湾很安全 不管是针对高风险族群 所进行的检测 那么他们的综合抗体阳性率 只有万分之8.3 所以这代表国内社区感染风险很低 好这是台湾很安全 没有问题 这是今天的自由时报 跟苹果日报的头条 但是台湾有没有安全上的隐患呢 台湾也有的 蔡英文总统昨天在 跟澳洲的智库进行的 视讯会议上讲说 说台海附近区域的军事活动 日益增加 我们担心会擦枪走火 这个讲的主要就是美中军事对峙升级 有一架美国U2高空侦察机 在25号当天飞进了解放军北部战区 实弹演习的禁飞区 那么共军除了由国防部发言人表明 要求美方立刻停止挑衅之外 然后隔天就是26号立刻向南海发射的多枚飞弹 据说是从青海跟浙江 那这个飞弹其中据说包括一枚东风21D型的 这个射程有1800公里 被称为航母杀手的 这一枚飞弹 那美国近期包括雷根号 他有一艘以上的航空母舰 在南海东海地区活动 所以如果这个共军的这个射这个飞弹 这个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这当然是很明显的对美国的军事 在南海军事行动的一个警告 好那这个时候了 蔡总统去讲出来说 我们很担心插枪走火 我想这个话应该不是随便说的 因为美中的军事上的摩擦跟冲突 那么对台湾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 看看昨天昨天AIT 那么罕见的公布在台协会的人员 他们参与今年汉光实弹演习的时候 那么跟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来合影的照片 这个我想都是有意义 再加上AIT的台北办事处的处长 丽英杰 那么823当天到了金门区 那我们节目上已经讲过了 这都是有这个政治意味的一些动作 现在当然最关键的地方是在于说 美中两国 我们知道大国之间不太可能事事都完全一个调子了 那么以前 邓小平很早以前就讲说美中是斗而不破 或者有人讲说 这个好不到哪里去 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这个是一个从何止国家到大国的关系的一种 一个概状的一个描述 但是在中美的这个千丝万缕的关系当中 如果要讲说 还是有一个叫做相对要稳定的一个叫做 两国关系的稳定器的话呢 就是军事关系应该是 两军关系应该是一个稳定器 你在政治面 你在财经面 你在科技面有这样那样的一个冲突 但军方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以来 中美两方的军方 已经从不稳的关系走向对抗 原来是稳定 变成不稳 现在走向对抗 好这样的一个对抗的态势 的确让大家担心 会不会变成这个所谓的插枪走火 我想蔡总统昨天的会议上也是这个意思 他提到说 希望这个北京能够自治 克进身为区域大国的义务 那我觉得这个话 这个话对美国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蔡总统昨天其实应该说希望华府 希望华府跟北京都能够自治 克进这个身为大国的一个义务 对不起 好这是在军事方面的 我想的确值得大家刊率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最近美国的一些对中国的政策 是跟美国的总统大选有关的 而美国总统大选 接下来在两党的这个 党代表大会召开完了之后 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辩论会 现在辩论会的时间已经排出来了 第一场的总统辩论会是在 9月29号在Ohio举行 然后第二场在10月15号 第三场是10月22号 那现在根据路透在刚刚公布的民调 拜登的最新支持率大概都在47% 那么川普是40% 那这个是党代表大会开完之后的一个态势 两个人的差距有所缩减 但是川普还是落后给了拜登 那可是很多人认为 这个辩论会有可能是一个转捩点 那所以呢很有意思 这个因为拜登在上个礼拜 接受提名的演说 这个表现得非常的稳健 而且他最近也都没有在公开场合 有出现这个失言的状态 结果我们的川普 这个川普总统 他向华盛顿观察家报 这个说他怀疑 拜登可能有吃药 那为了来提升表现 所以他希望在下个月29号的辩论会之前 大家能够接受药物检测 那么来证明 并不是靠吃药来稳定他的一个 在言谈上的一个正常的表现 好这是一个部分 然后另外今天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 就是这个抖音 抖音的海外版的TikTok 那么他的行政总裁 Kevin Mayo 在6月份才上任 他是本来是迪士尼 在迪士尼担任了20年的时间 曾经担任迪士尼的串流业务的负责人 才被这个抖音的老板 这个张一鸣给挖角 今年6月才上任 结果他刚刚今天宣布 他要辞职了 好这个Kevin Mayo 为什么会辞职 据说主要的原因 是对于这个TikTok 最后的处理方式 他跟这个创办人 这个刘一鸣之间 有所冲突 有所这个想法不同 张一鸣对不起 张一鸣呢 本来也赞同 这个Kevin Mayo的意思 就是说在美国尽快的把他出售 那么这样可以得到 他的全球的一个获利 那但是张一鸣 这个现在受到大陆内部的压力 特别是一些网民的压力 那认为说不应该轻易的 向川普政府来低头 那现在TikTok已经 昨天已经正式向川普政府 提出了法律诉讼 所以在那个之前 虽然张一鸣并不同意 这个时候来答应 说不管微软 或者是英国加拿大 等等这些的一个 并购TikTok的一个想法 那这个事情可能还有发展 还有发展 当然张一鸣现在这样看起来 他也是左右为难 又想让国际化 其实卖掉的话是更加的国际化 但是也有内部压力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问你 POP壮新闻 好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老朋友刘碧荣教授 碧荣兄早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刚我们前面讲到 美中关系 这当中 本来是相对稳定的 两国的军事关系 现在有点不稳 甚至已经有这种针锋相对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 其实两国的外交 外交上 这种针锋相对也越来越明显 那现在的重点之一 重点之重 重中之重 可能是欧洲 前不久美国国务卿 POP去欧洲访问 大家还看到 共和党的代表大会的时候 他还忍他在以色列 用一个视讯 这个发表一个 等于是对党代表大会的一个祝贺 那他才刚刚离开 前脚刚走 到中欧四个国家 包括捷克 这个 他的议长在礼拜一 下礼拜一就会率领一个九十多人 一百人的团来台湾访问 那 结果现在呢 中国外交部长 国务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那么也在 25号 前往欧洲展开访问 王毅要访问的 五个国家是 意大利 荷兰 挪威 法国 还有德国 所以我看到中国的媒体啊 就讲说 这个 王毅不但 比这个 就是说 跟潘培尔是一个针锋相对 而且他防务的五个国家 更重要 更重要 都是大国 不像你潘培尔是拉这些小国 好 现在在美中的外交对抗上 欧洲的样态到底是怎么样 两国在争取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个好问题 那么就中国大陆 他的整个的外交的一个格局 就是多极 多极 但是就是也就是 美国现在跟欧洲 不见得同调 你看 川普的关系 川普关系 包括庞贝欧 庞贝欧你说 他前一阵去中东欧 到了什么斯洛伐克 什么这些国家去 他就劝他们说 你们不要用5G 要跟华为切割 什么的 结果不见得人家都买单 好像还是有点作用了 有一点 但是也有人 就是不见得都完全听他的话 就是说你不要让他来 但要听他的话是有了 但是也有些人说 根本我是一个主权国家 我根本就不被 你就按照你的想法一走 那么王毅这次去 那么他当然强调的是说 你说他有没有分化欧洲 当然也有一点 我们先看一下 他这次去的 有5个比较重要的国家 第一个第一站到意大利 对吧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个 就参加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 对 对不对 那么在欧洲当方碰到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 三月份之前 三月中之前 欧洲的政策 抗疫政策是混乱的 混乱的 当时意大利很多人就跟 比如跟欧盟就要援助 欧盟也没什么援助 就跑去跟中国要援助 中国给的 所以中国给的援助 所以这就让欧盟整个跳起来 哎呀 原来中国趁这时候想要把这个欧洲一下分化 所以在欧洲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呢 其实分成两派 但是或者说同一个国家里面就两种不同的意见 对 那一派就是说为了经济的问题 我们的跟中国关系要好 那另外一派说 哎 你要注意 他是来分化欧洲的 那么一方面中国 你看王毅这去说一起抗议 对抗疫情 但欧洲国家就跟他讲说 我们也注意香港国安法的发展 对 所以你会发现 有香港问题 有抗疫问题 有展开双倍迎接中国的经济 但是也有那么提防中共分化欧洲的这种情形 两种的情形都有 那就在这个这一届的欧盟的政府上台之前 去年的时候呢 欧洲还有一个白皮书 就讲那么中国是系统化的一个敌人 或者竞争对手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不可能这一届欧盟领导班的一换人以后 马上就说中国就不是威胁了 不可能 所以是威胁的这部分还在 所以这就是王毅的外交呢 你看王毅呢 我们如果再看中国大陆外交 今年年初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外交就变成云外交 都是视讯 视讯 对 那么那真正 王毅这次是用面对面的 那是第二次 然后今天才第二次 其他的就是很多是国际会议 那就不算了 这第二次 表示他非常重视 就欧洲这个破口 就美国在围堵中国的时候呢 他这个突破口 他必须要打破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 照刚才毕容老师的一个分析了 欧洲跟中国的确存在一些价值观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 对有若干争议的问题的存在 但是欧洲呢 他们也有很多跟中国的利益合作的一个考量 而且每一个国家 你刚才讲 每一个国家想法未必一样 甚至一个国家内部都想法都不见得一样 对 而这样的不一致 是不是刚好就是中国可以使力的一个地方 对 也是 也是 所以你看 如果说我们讲说中国 美国 欧盟 这样三边 那么美国跟欧洲的关系不是特别好 他要从北约要撤军 可是呢 并不表示说中国就会有百分之百拉到欧洲 就中国跟欧洲拉在一起对抗美国 那是不太可能 美国拉到欧盟是对抗中国 也不太可能 那么欧盟呢 百分之百顺从中国 也不可能 欧盟也走他自己的路 他走他们也就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欧盟其实现在比较关切的 有一些欧洲的分析家就讲 黄彼欧和王毅两个最大的差别 除了你说一个国家大小以外 对 最重要的是 蓬佩奥斯来这边是拉着 拉着这个欧洲要对抗中国的 是 那么一 那中国来呢 他不是拉着欧洲对抗美国 而是说经济 说我们来合作 我们来合作 对 他一个是拿着经济的大饼来说 我们来看经济 那欧洲的分析家就说 他们在乎的比较是经济 但是美国完全不懂 美国还是就是完全用地人政治性来看 尤其这个疫情肆虐之下 各国的经济全部被打趴在地上 打趴在地上 欧洲现在重要的想 怎么样去振兴经济 我根本没有心去加入 你美国的什么抗中的联盟啊 什么的 个别政策 我要抗中 我当然有我的政策 对不对 那你拉我去拉帮结伙呢 结成一派 然后对抗中国 那我现在不是我的最优先的 一个外交人目标 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差距 没有错 而且我最近也注意到 一个同样类似的一个问题 就是 潘佩奥在7月份的时候 发表他的南海声明 那之前 那么美国原来是对南海各国的 岛屿争端是不持立场 不持立场 后来他对海牙法院的 国际法庭的仲裁 美国也没有特别的表示态度 但是7月份那个声明出来 表明说 这个要彻底来执行 国际法庭的这个判决 那也就是说 中国的主张是非法的 填岛是不被允许的 可是东南亚国家没什么太多反应 对不对 他本来 那个南海声明是希望号召各国起来 来呼应 对不对 你的了解 我没看到什么 有一点 也批评了 有一点批评 也说 他说也是 有一点点呼应 但是也并 但是马来西亚也特别讲说 不要take side 不要选边 不要选边 中国的讲法就是说 我们在南海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南海行为准则 虽然还在谈 但是我们的南海行为宣言 我们有我们自己一套谈出来的游戏规则 我们不必按照1982年的国际海洋法公约 所以你不要跟我谈法 你跟我谈法 说我是完全不合法的就是红线 这里头有非常多矛盾 因为中国自己是加入了这个国际海洋法公约的 但是他呼吁大家不要去理这个海洋法公约 这个红线是摆在这边 你不要去讲 所以我就回想到 那个时候海洋法庭仲裁出来 新加坡去呼应他 结果老公就给新加坡脸色看了 我记得就给他脸色看了 会议就没有请 还有星光部队 星光部队 然后什么就没有请理想公约去开那个会议 可是有意思的是海洋公约美国没有通过 所以美国不是会员 美国不是会员 那现在美国要求中国要遵守海洋法的公约 那中国自己是公约的缔约国 要大家不要理 美国没有加入 但是却要大家遵守 然后你看美国 比如26号公布了24家制裁企业 包括南海 因为你帮中国去围海造岛 所以开玩笑 那些都是洋企都是国企 他不做谁做 我现在的疑问就是说国际 当然你都可以看到这些赤裸裸的 各国都是大国都是耍狠劲的 但是你会看到美国现在的国际的号召力 好像衰退的很明显 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最近要求联合国 继续延长对伊朗的制裁 其他国家都反对 美国这个领导地位衰退明显 主要就是因为川普 所以川普他走他完全不管人家 所以过去的常有的游戏规则就没有了 所以拜登他就讲说 他如果当选的话 你不要问我有什么外交政策 我只有一个计划 就是重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所以他要走多边主义的领导地位 所以他要重建美国的leadership 这点很重要 美国现在完全没有leadership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一个没有leadership的美国 这个对全世界的影响其实非常的重大 包括说就算你要对中国共产党有意见 你要串成一个联盟 你没有这个领导力的话 根本做不到 因为各个国家都有他的厉害关系 而且每个国家内部 他永远有非常多利益的不同的取向 你又是一个公开的社会 这个你碰到像共产党这种严密的 内部上下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你毫无招架能力坦白说 这个欧盟这样的一个组织 整个全部乃至于一些大国的内部 都可能成为中共可以使力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几个例子 可以看得出来 好我们休息一下 关门回来之后 我们接下来谈金正恩的问题 还有日本首相安倍到底怎么了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这两天国际间非常关注的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到底还健不健在 那这个消息最早是这样子 南韩的国家情报院 在上个礼拜就8月20号 他们向国会情报委员会 秘密报告的时候 那么当中提到说 金正恩应该还有掌握到权力 但是跟过去相比 已经逐渐在放权 那么包括对南韩跟美国的问题 他把大部分这方面的问题的权力 都交给金与正 在经济领域的部分 有一部分的权力 是交给劳动党的副委员长 这个普凤柱跟内阁总理金德勋 在军事领域的部分的权力 是交给劳动党的军政指导部的 部长崔富日 还有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李炳哲 这是他这个南韩的国家情报院 他们所向国会报告的时候 所提出来的 那另外呢 另外是这个南韩的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他也在差不多是 同样的一个国会的报告当中 郑景斗他是在前天的时候 那他报告讲到说 这个金正恩就是他的包妹金与正 那么应该已经在权力核心机关 这个掌握大权 掌握大权 那这个国会议员也问到他说了 说金与正是不是已经实质上掌握了 北韩最重要的组织指导部 那这个郑景斗国防部长回答说 目前的判断是这样子 后来就传出来说 金正恩可能事实上已经昏迷 那很多的他的公开的照片 可能都是替身 那真正来讲是金与正已经掌握大权 但是呢 北韩的这个曹宗社 在礼拜三又报道说 金正恩礼拜二主持了 劳动党的一个重要的会议 重点是讨论疫情跟防范台风的工作 那这好像是要破解 这个南韩在军方的一些说法 我们知道在 其实在国际新闻上有个节奏了 通常北韩不会沉没太久 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要马上要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 前一阵子我记得川普还提议说 十月份两国要举行第四次峰会 那北韩说我们没兴趣跟你在玩 因为他知道他是为了选举 好但是现在突然间冒出这个消息 比如说你的判断是怎么回去 他到底还健不健在 你这问的是很好的问题 因为北韩问题是谁也搞不清楚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当年金正恩的爸爸金正日去世的时候 死了以后密不发伤两天 两天然后才跟全世界宣布说 金正日已经失事了 两天之内全世界的情报单位 没有人知道金正日已经死了 你说有几千人都在研究北韩 这么大的领导人死掉了 两天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说不管是人的情报 太空的侦查的都不准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新闻 最后你刚刚讲说朝中社 还有讲说组成抗议防台的 有照片 那么南韩的韩联社也发表了这照片 南韩联社的新闻里面 也可以看到有的新闻 但是南韩的韩联社也没有说那是假的 所以我是觉得从 跟一般的判断 从南韩的情报单位 他们在国会上面这样讲 一定我可以肯定就是权力会已经有一些变化 那么那至于说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金与正 他们比如他的曝光度 或者说你看金与正的表情 越来越神气 你会发现 嘴角都仰起来 他本来就下巴上仰45度 现在还是这样 他永远没有正面看你 都是拿下巴看你 那么他现在就很神气 所以可以看到 他必然是享受了一些权力 会有变化 那是不是像一般人所猜测的说 金正恩已经死了 或者昏了 然后那个照片都是假的 那是替身 我觉得那是有点八卦了 所以不是有人讲说 牙齿也不太一样 手指长短也不太一样 什么 这个东西就很难去 很难证实了 可是你说金与正 已经接班在即 我看到这部媒体上的消息 金与正最近又接连缺席了 好几个高层会议 那这个就很奇怪 13号的劳动党 我刚讲了 第七届中央委员 第16次政绩会议 他没有参加 19号的朝鲜 劳动党 七届六中全会 他也没参加 如果他是这么重要的 这个接班的人的话 这两个会议不应该没有参加 所以本来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北韩的这些领导班子 所以金与正他唯一的好处就是因为 他姓金 金家的 黄金家族 金家的血脉 但其他能不能接受一个女性 这么年轻的做领导 其实是个问题 所以在这里面 就变成大家茶余饭后的八卦新闻了 政治新闻变成八卦 当然还有一个 我看到也有人在推测 因为北韩跟中共的差别是 中共是党天下 北韩是家天下 但是中共事实上是党天下 是毛泽东之后 才变成党天下 对不对 原来也是算是家天下 毛泽东一人 那之后的党天下最大的特点 就是七常委九常委 这个这样的一个态势 到胡锦涛时候 那根本是九龙治水 九龙治水 现在习近平又有一点回到 家天下的味道 结果现在有个消息说 最近北韩劳动党 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从三个人增加为五个人 那有人认为 可能接下来会有点 类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七个人 就出现这样七个人 如果有的话 这也是一个变化 或者说是一个过渡 有可能 其实这里面 你刚讲到中共跟北韩不同 当时金正日 他要交班给金正恩的时候 曾经去找胡锦涛脱姑 那么第一次去北京 见胡锦涛的时候 胡锦涛当时是反对的 那就是说 我们共产党人 怎么可以搞这种封建的 三代到三代 就第一次突固没成 第二次又去在长春 见了胡锦涛以后 然后金正日跟胡锦涛 照了一张照片 然后表示中国同意了 同意了 这时候才回来 那么才安排党代表大会 介绍说金正恩出场 所以你看金正恩 后来接班的时候 那么中共发了一个 蛮长的宴电 他的宴电就这样表示说 除了悼念金正日 就说我们大家就支持金正恩 其实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讲给金正恩的姑爹 张成泽什么 你们以为你们亲中 我就会听你 不是 那现在你就好好做 你摄政王 那我们是 就是等于册封了 天朝已经册封了 就是金正恩 那所以中国就觉得 说我对金正恩有恩 那你是我这样保你的 那金正恩上来 怎么跟中国老呛声 所以后来习近平上来 也不高兴 直到后来 要跟川普见面之前 金正恩在主动跟中国讲 说那你是不是找我来一下 所以当时金正恩 就跟习近平去见面的时候 是北韩先提出来 说你来邀请我 那我跟你汇报一下 对不对 所以这才有 他才有破兵 不然的话 这个对中国来讲 北韩 因为金正恩 你是汪文复义吗 我扶你 你这样对吧 可是你讲到这一点 倒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 习近平上台以后 到现在没有去访问过平壤 没有去过 但是他最近可能要去南韩访问了 对不对 杨洁篪现在正在南韩访问 对不对 这对中国来讲 对北韩来讲 也是点滴在心头 我想 他最多只是一些常委 政局常委去了 但是习近平没有 到现在还没有去 习近平从2012年上任 到现在已经8年的时间 没有去过北韩 对 所以这也是问题 所以你说 你说这个中国 也有西方的报道说 北韩其实也不信任中国 虽然你找中国的时候 跟见面 甚至到越南去坐中国的飞机 但是基本上 他还是不信任中国 在中间还是有一个摩擦 有啦 是有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因为 其实 朝鲜 对不对 你刚讲北韩 越南也不信任中国 对 这两边都不信任 这两个同样是共产主义的国家 对 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 他们也在检讨 你看当年胡志明 胡志明看中国多好 跟中央来关于多好 对 结果怎么搞的 越南就跑掉了 所以美国人 当年美国讲 Who lost China 谁把中国搞丢了 讲电视把中国搞丢了 那中国对不对 应该要讲 Who lost Vietnam Who lost North Korea 对 把他搞丢了 这是问题 好 但是我们接着 焦点还是继续放在 在东北 就日本 安倍 安倍这个已经在前两天 8月25 26号的时候 创了日本优史以来 任其最长的首相的记录 他打破了谁呢 打破他的外公 好像 俗工 他的俗工 左腾 左腾荣作 左腾荣作 8月24号 他已经在任长达2799天 这打破了记录 当然现在已经2800多天了 对 可是他好像身体有出了一点状况 对 现在日本议论纷纷 他是你看他上次是 7号14号 住院 两次去做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 新营医疏医院去做健康检查 而且时间也蛮长的 然后麻生太郎也讲说 他做了147天都没有休息 连续都没有休息 那安倍上一次担首相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个 叫做常溃疡 溃疡性大肠炎 溃疡性大肠炎 结果就做了两三个就辞职了 所以后来第二度才出来 比第一次做的好多了 但是就是他身体隐忧一直存在 所以美国人就是担心 或者日本人也很担心 你到底要撑多久 现在我们就看几个事情 第一个比较近的就是 日本时间今天下午5点钟 他要进行记者会 要进行记者会 在官邸记者会 会不会宣布请辞啊 应该 本来有谣传 应该还不至于 他讲他的健康状况 第一个 第二个呢 一般来讲说 一般根据日本人的习性 他日本那个什么东西 要干到底 蛮干的 咬着牙也要撑到底 他很可能会撑到 想要撑到明年9月30号 就是任期任满 他把这一任做满 是不是也想要把奥运办完 当然 对 所以他也是想撑到9月30号 不要半途而废 但是身体能不能让他撑那么久 这是一个问题 对 然后第三个看的是 如果撑不来那么久 他怎么安排接班 是谁要接 那他的政敌 比如石破茂想接 还是岸田文雄 他的子弟 岸田文雄的外向 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要接的话 那他是不是在他 还是国会议 就岸田就还没有国会改选的时候 岸田还是国会议员的身份的时候 然后先接自民党总裁 这个国会议员才能选 自民党总裁 然后才能顺利接班 所以他里面就是 他身体什么状况 做多久 怎么安排下一步 其实这都是我们看日本政局 后面的一个发展 我看媒体在炒作一个人 就是说小泉 纯伊朗的儿子 现在也入阁了 就很帅一个帅哥 不到40岁 那个大概不太可能 日本 他才年轻了 我觉得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不过安倍的确也创了记录 就是说 第一个当然坦白说 他也是官二代 官二代 官二代 就是你刚讲到他的俗工 佐藤荣作也是之前的那个 出这个以外 他好像他的父亲是不是也是 也是 安倍晋太郎 安倍晋太郎 以前也是官 也是外相 也是外相 主要他外公 岸信介 岸信介 外公岸信介 对 那不管喜不喜欢 其实安倍 这个首相 已经打破了很多记录 那他最遗憾的 大概就是 没有办法 今年东京奥运的 疫情的关系 可惜了 可惜 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欢迎回到 POP状新闻 最近的国际新闻 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 是一个白俄罗斯 他那个独裁者 那因为他号称选举 说他得到80%的这个支持 但是国内的人认为 已经受不了 这个从1994年 这个任职到现在 二十几年的这个独裁者 那认为他是这个做票 那不断的有抗议 中间的这个拔河等等 俄罗斯总统普丁 也公开力挺这个总统 但是没多久 俄罗斯自己又出了一个娄子 什么娄子呢 俄罗斯非常著名的反对派的一个人物 叫做纳瓦尼 结果他在20号的时候 在一架 喝的是一架扳机上 突然间身体不适 就陷入昏迷 那他的支持者说 他是被下毒 被下毒 但是呢 医生坚持说没有 后来欧洲国家说 那你把他送出国来 来检查 22号被送到德国医院去 那德国医生表示检验出来 发现他是有受到中毒 这种是属于神经毒计 但是呢 现在普丁还是矢口否认 可是呢 坦白说 俄罗斯在对一些政敌下毒 这一方面他的记录 是很差的 印象中我记得 好像已经把很多人 普丁用这种方式 除掉了很多政敌了 难怪大家会怀疑他 这个俄罗斯啊 就从过去沙厄时代 就有这个传统 沙厄时代就有 就下毒 就下毒 那么以前在宫廷里面 15世纪的时候 当时就玩过 所以我就觉得 他们这个传统一路下来 下来 那么加上 就是你如果 台湾的或者大陆拍的 宫斗剧看多了 你想那个毒很多的 那种毒下毒 那么下毒 那么不管是 你觉得叛变的情报员也好 你觉得以前好多个在英国 对啊 双面间谍 投靠了英国了 你下毒了 然后一个 像这次的纳瓦尼 他是讲 他是国内的航线 我们讲 他是国内航线 他托姆斯克 飞到莫斯科 他在中间在一站 休息站 就是等于贵宾室 或者在中间 这场的餐厅里面 喝了杯茶 喝了杯茶 在飞机上就昏迷了 就昏迷 就他的旁边 跟随的这些人 他就说被下毒了 下毒了 到了莫斯科 到医院里面 就医院说没有 没有 那可是他的家属 绝对不相信 不相信 这个就很有意思 就是说到德国 因为德国跟俄罗斯 就旁边 到德国去检查 但是到德国检查 德国政府不能介入 不能介入 所以后来是德国总理 梅克尔 告诉芬兰的总统 芬兰总统 就打掉跟普丁讲 他说如果让这个人 到德国就医 你反不反对 他说没有 没有任何政治障碍 你想如果是梅克尔 直接打电话 那布丁答应了 就好像他屈服在德国压力之下 找个小国跟他讲一下 这个叫梅干 这是梅干 找个小国讲一下 然后坐的飞机 是德国里面有一个基金会 民间的NGO的一个基金会 他的一个包机 谁出的钱 是俄罗斯里面一个企业家 俄罗斯人出的钱 德国的NGO的包机 德国政府没有出面 所以梅克尔的讲法就是 我没有邀请他来 这个人不是我搞来的 但是我不反对他 对他们来调查 检查完以后 然后说下毒了 那下毒了 那普丁就可以讲说 跟我什么关系 对不对 又不是我下毒 你看我这样坦荡荡 对啊 普丁有什么动机要去下毒 现在他修宪也过了 他总理又可以干很久 对就算不管人的时机来讲 或者急迫性来讲 他都没有什么动机下毒 或者他底下的人觉得 这个人看不顺眼 怎么会这样反对开 你这个就让我想起来 当年江南案会发生 那时候蒋经国 也没有任何的 同志不稳的问题 没有急迫性 没有完全没有 还是会发生江南案 是 对啊 所以他就不晓得 他那个时候 平时怎么想的 那反正这样 好 现在的问题就是 那这人下毒以后 那西方能做什么呢 能做什么 年初来说有下毒 那谁下毒你也不知道 谁下毒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能证据他下毒 你也不能因为这样 就制裁俄罗斯 对啊 那像更多的 就我们你刚刚前面提到一点 白俄罗斯的问题 对啊 对啊 就是西方跟白俄罗斯问题 所以你不可能是下毒 明白 这个问题是俄罗斯的老大问题 但是一下子也看不清楚了 好 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刘碧蓉老师 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 包装新闻 我们